有 防腐機啊 有我們也擔心 學生其實長期在這個壓迫 到底在教育他有什麼心理 就是遙控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塞車很多很浪漫 根本買不起房子啊 房子現在要一兩千萬吧 沒有飯吃這個事情當然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人民其實選的 這個政府雖然我們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也知道小時候 尤其溫紀言耶 我們常常那個小時候媽媽跟我說 零用錢給你 你要雞蛋不要放在同個籃子裡 你要有些要存起來有些去買你喜歡的東西 旅遊業者 你並不是一個 只做中國客的旅遊業者 你並不是就像剛剛前面講的這個 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 那很多時候其實我們都知道 會有這樣子 會在這個產業裡面 產生這樣子 我們也許講說有中之一條龍 或者是說像這樣子 以入客或是以中客為大宗生意的這些旅遊業者 其實他們再去在他們的產業上面的那個 的型態已經是不健康的了 我們都知道說 一間店如果你只做這個獨門 或是你只做某一個特定族群的生意的話 其實你的 相對來講你的風險 是比別人來的高 當然你在賺錢的時候 可是當你在沒有錢的時候 當你在這個狀況 這個不健康的危機來臨的時候 你的承受力當然是低於你的同業的 外面可能會覺得我們把雞蛋放同一個籃子 事實上這些旅行車沒有增加 他原來可能做別的路線的那個旅行車 那現在轉向來做這個路線 那只是說你現在叫他回去的話 市場會更亂 他一樣可以回去做其他路線沒有問題 但市場一定會更 會導致台灣旅遊市場更亂 甚至包括南向政策 我們很支持南向政策 我們導遊是要講解 那你語言完全不相干的南向語言 包括越南文 菲律賓文 泰文 這些東西不是一天兩天 甚至一個月兩個月可以學好的 他必須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在學習語言這段時間 政府並沒有給我們任何的生活 一個保障 今天這個路客突然不來了 他們就開始覺得 不行不管你們一定要把這個路客還給我 不然我會活不下去 那我想問一下這些年來 你們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本來 就應該要學習這些第二外語 或者是其他國的文化 而不是老師覺得我就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你現在去要求說 在這段過渡期要政府負責的話 那就像是今天你因為能力不足 所以你被老闆裁員了 然後你失業了 你要老闆負起責任來嗎 這是不合理的事情吧 不能以偏概全 他們消費力來講 事實上比歐美客人 像政府之前說 一個德國人可以抵十個大陸人 我問過所有的店家 封景區包括景區 他們說歐美人士是全世界最不會消費的 像美國出國旅遊消費排行榜 還在十名以外 他們自由行背包客 他們就只有吃飯很簡單 然後住房間台灣有觀光的利益而已 其他完全沒有 不會在其他店家消費 那與其歡迎這些人來 我們還倒不如歡迎大陸朋友來 這時候 等我講一句啦 這個產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都知道 一樣長輩常跟我們講 競爭越來越困難 不怕不警惕 只怕不爭氣 只要你有競爭力 就不怕市場的變動 雖然我們知道 你要去做日韓課 或是甚至歐美課的門檻 成本是相對較高的 但是 在整個世界 在做觀光的幾個地方 我們會因為杜拜這個地方 他們是一個可能 比較中東的這個地方 他們就說 英語不是我們的母語 或者說他跟我講說 歐陸的一些語言 我真的會講一點法文 我真的會講一點德語 我像對於德法 我們會設想他們消費力 比較高的這幾個地方 我們去做標的的設定 那像日本 他們幾個觀光的地方 他們日本也不能 他們也不會講中國話 也不會講北京話 也不會講華語 他們也是想盡辦法 要嘛聘人 要嘛自己學 因為遊覽車 講企業 講飯店 這些東西 他們的獨立自主性 要夠高 而且彼此是可以合作的 那我們會希望說 在台灣 我們的這個產業 不是單一產業 整個產業鏈的結構 都是能夠健全起來的 才可長可久